当时我也是比较脾气也是比较急的 你威胁我我还想打你呢 好几次都差点就打起来了 1996年4月 王海在浙江给河山打电话 诉说自己以及各地一些消费者 支甲买甲打甲受挫的情况 河山当即表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呢他打电话 我那个感觉就是不是说他打电话怎么样 是觉得消费者权保护法49条落实不了 非常着急 说着急怎么办呢 这是后着老脸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给河山老师打电话 我就说这个我现在很困惑 这个法律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对下去 那么我现在心里面是觉得比较迷茫 河山在1996年的4月5月 先后两次在位于西郊民项的北京勒万达商行 经营部里购买了两幅仿制的徐飞鸿画作的假画 这两幅画的总价款是2900元 随后他马上上诉到了西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此案 经审理 法院就认为 被告出售的徐飞鸿的两幅画是临摹仿制品 对消费者有欺诈行为 河山因此获得了双倍赔偿 随后河山把增加赔偿的2900元捐赠给了中国消费者协会 作为打假基金 可以说河山是我的这种精神的支柱 这王海是作为这消费者来买假是索赔 索赔 这是消费者传宝法赋予他的权利 有个专家的支持 在这之后王海打假是越来越有劲的 他连着跑了京城的十家商场去专刀假货买 然后马上就双倍赔 一想到五天下来真的得到了将近八千元的赔偿金 他成为了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消费者打假奖之后的第一位获奖人 消法颁布之后呢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调查 那么发现呢 这个比例有所提高 那么最近几年又有人做调查 现在十个人受害 六个人奋起反抗 我觉得可能这个比例啊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我是希望这个比例越来越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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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